无所不在的塑料制品 奠定了人们的生活 但由此产生了 居易严禁的白色污染 白色污染 是指不可降解的塑料废弃物 对于环境的污染 主要包括塑料袋 塑料包装 一次性快餐盒 塑料饮料品 塑料餐具等 白色污染的主要危害在于 视觉污染和潜在危害 视觉污染是指 散落在环境中的塑料废弃物 对湿容景观的破坏 给人们的视觉带来不良刺激 潜在危害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不可降解的塑料地膜 长期积累 造成土壤反洁 农作物难以吸收水分和养分 最终导致农作物减产 入地或水体中的塑料废弃物 被动物分食 导致动物死亡 生活垃圾中的塑料废弃物 以及大难以处理 如果长期采用填满的办法 会占用大量土地 所以准治白色污染是在地形 因此 我们可以做到 自觉减少使用 一次性负量 自备用购物袋 水杯 饭 饭 吸管 从根源上减少一次性垃圾 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治理白色污染 有利于生态可持续发展 每个人都责用庞大 保护环境 人人参与 被递出地 不肯定 未经历 在西方的水平 识病患者